原标题 而言,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,它的成名是因为二战中美国和日本在那里打了一仗,就是著名的中途岛战役,今天要料的不是二战,也不是这场战役,而是这个岛是怎么发现的?人类驯化种植粮食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,不过在前面的几千年中,耕种技术进展缓慢。 在十九世纪之前,人们对于施肥都只有极为朴素的经验,比如把动物的粪便和腐腊的植物放在地里,或者用豆类和其他粮食建种或者轮种,直到十九世纪,科学家们才搞清楚,动植物体内都有大量的氮元素,植物的生长也需要吸收氮肥,粪便和腐腊的植物是天然的氮肥, 而豆类植物的根系中栖吸着根流均,能够把空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植物能够利用的氮肥,随着地球上人口的不断增加,靠开垦更多耕地来增加粮食的传统方式,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,即增加亩产量,就变得极为迫切。 当时人们已经明白,在当时的种植基础上,只要施以充足的肥料,就能够大大增加产量,有的时候,这个大大增加甚至多达数倍,然而肥料的来源却是各大问题,靠动物和分辨显然作用有限,那个时候养殖动物有限, 而大量养殖动物也需要饲料,而种好饲料也需要肥料,种植豆类作物来固旦也不是好的出路,种植豆类本身也需要土地而经历,而豆类本身的产量不高,对于吃饱的贡献,并不如其他的古物、类作物,在南美西岸的海洋中存在着许多海岛,上面有许多海鸟与蝙蝠,千百年来, 这些海岛上沉积了厚厚的鸟粪,有的地方甚至有几十米,人们发现,这些鸟粪中含有丰富的销、酸、肥销是普通分肥的几十倍,于是,这些鸟粪就成为了主要的农用物资,在1850年代,英国进口的鸟粪最多的时候达到了每年20万吨,而美国平均也超过了7万吨, 但是,这些鸟粪是经过了千百年的积累才有那么多的,在人类的疯狂开采面前,它们实质上市,不可再生资源。 这些岛上的鸟粪也就逐渐枯竭,1856年,美国政府通过了一个鸟粪海岛法案,这根据这个法案,任何美国人在任何地方发现了鸟粪岛屿,只要该岛无人居住,也不归属任何政府就可以占有并且进行开采, 而政府将会为这种占有和开采提供保护,于是,着使成了当时的创业风口,无数企业家在太平洋里疯狂,寻找有鸟粪的荒岛。 据记载,大约有100个份岛依据这个法案,成为了美国的领地。 1859年7月,一位船长在太平洋中,发现了一个面积约6平方公里的污名小岛,根据这个法案宣布占有了它,并以自己的名字Middle Brooks为之命名。 不过,它可能只是宣告了占有这个岛,而没有开采上面的鸟粪,毕竟它距离美国太过遥远。 或许也要考虑开采和运输的成本,到了1867年,另一位船长获得了这个岛的所有权,把它改名为中途岛,Middle Island以为美洲到亚洲的中途。 因为这个位置,它就有了重要的军事价值,导致二战中美国和日本要争夺它,这,就是著名的中途岛战役。 那一百余个通过鸟粪海岛化岸,成为美国领地的岛屿,鸟粪被采完之后,也就失去了经济价值。 美国政府后来也放弃了它们中的大多数,而中途岛因为二战中的那场战役而明仰天下,也成为了那些没被放弃的粪岛中的一员。 现在,它被作为了一个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进行保护,来源,松鼠,云无星公众号监制,刘新宇,顾嘉宾编辑,张静,万宏雷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